上回說到,李英在桌底撿了個包袱,打開來一看,嚇到騰騰陣走,她大聲叫老婆出來,喂喂喂,你看,怎麼辦,怎麼辦,她老婆一看,哇,有二十條金條,每條十兩重的, 二百兩黃金啊,她老婆一手就拿了個包袱,哎呀,你還綠木等站著幹什麼啊,快點去買香回來拜神啊,財神爺有眼,幫我們發財啦,以後不用捱得那麼辛苦啦,喂喂,你發瘋了,發發發什麼財啊,是人家的嘛,人家剛才留在那裡的, 快點看著她,等人家就拿啦,什麼啊,你想給人家啊,你吃糊了啦,窮成這樣,去偷去搶都搶不到啦,撿到回來還給人家啊,地上撿到寶神仙都拿不到啊,他留下,我們撿那晚也搶的, 人家如果回來找,你說沒見到的就料啦,吃糊了啦,你吃糊了啦,吃糊了啦,你應該一手搶回個包袱,你走開啦,我不做這些陰質事, 我說等她,兩夫妻就吵起來啦,老婆就罵老公蠢,撿到寶都不要,老公呢,就罵老婆貪心,他老婆呢,又哭又鬧,逐宿一晚,兩夫妻都沒有睡覺, 第二天,李英伸長條頸在那裡等著一天,都沒有人來回應嘛,又過了一天,那晚給五兩銀他那個人呢,就騎著筆快馬來到了,一進門口就拉著李英問,喂喂喂,前晚我們留了個包袱在那裡,你有沒有見到啊? 喂喂,喂,那你說清楚啊,裏面是什麼呢? 嘿嘿,我說了給你聽,前晚啊,是秦城唱府四位總管大人來你這裡,因為城唱收你早份,剩下一千二百兩黃金,他幾個人分了,留了個包袱在那裡,是藍色包袱,皮包那裡,裏面有二十條黃金,每條十兩, 管家大人叫我來找,李英就說,那你就說對了,你在這裡等著等著我拿回來給你了。 那個人呢?小聲說,喂,喂,喂,你別這麼急著,跟你商量一下,我們兩個發財看,那幾個管家大人,大把銀兩根本就不自在,他們也不知道留在你那裡,我回來告訴他,找不到, 那就算數了,好吧,我們兩個二一簽作五,我要一百兩黃金,你要一百兩,那就算了,大家發財。 那個李英呢?阿振,送到手,他都不要,他就看著那個人,哦,原來你想騙人啊?這樣就別了,別了,讓我自己送回去給室主好了。 那個人真的被李英激到一比吞口水,好吧,好吧,你不要就算數了,跟我去吧。 李英呢?李英呢?就拿著那個包袱,跟著那個人呢,一直就去到秦城上總管大人家裡。 過兒就見到那晚,來到酒館的四位總管大人,你已經把黃金交給他們。 有個總管就說,哈哈,小見人就好像你那麼老實的,好吧,好吧,上一條黃金給你,讓你開一間酒樓吧。 不要,不要,要我都不用拿回来给你了, 陈总管一听,啊,啊,送什么都不要,不要,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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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不叫我都走啊, 李英就回到家里,一开门, 把一个汤碗兜头拍过来,李英就连忙躲闪, 咦,谁要对李英下毒手呢? 有见过啊,他老婆叫过来的,李英都没开口而已, 他老婆一边哭,一边咬,你啊,你正一坏人来的,你老实啊, 单子都不偷吃的,我嫁给你,真是报应啊, 收回来的你不要,人家送一百两黄金来给你,你都说不要, 死地地,要拖在别人家家里,还给别人家,你啊,你去死吧,你啊, 哎呀,假若你啊,真是前世不收了, 李英就劝着老婆, 哎呀,你听我说啊,做人千万别贪心, 故意都诱惑,野草难肥胎兽马, 橫财不负命穷人, 如果我要人家的黄金, 连命都没买都似啊, 是啊,是啊,中中直直,中水黑直, 你啊,找你的沃头去黑啊,你, 两公婆你吵吵吵吵吵吵,带上来, 打到街坊伦理都来劝交, 一年几日, 由朝朝到晚, 好了,一传杀就十传百, 前后几条街都知道这件事, 有人就说李英傻, 有人就说李英笨, 有人呢,也都赞李英为人老实, 总之,各有各看法, 各有各的说法, 这件事呢, 就被隔离街一位赵元爱知道了, 啊, 世上居然有这么老实的人, 真是万类挑一, 那位赵元爱是个大财主来的, 知无儿无女, 老夫,老妻两个就大把身家, 赵元爱就吩咐家人, 抬一顶脚, 请李英来, 家人就来到李英家, 说赵元爱叫我们来, 请你去他家坐下, 有事商量, 李英就不知道谁叫赵元爱, 又不知道什么事, 以为人家来炖酒吃, 就立刻出门口, 家人就请李英上轿, 什么话, 坐轿啊, 我这么大个儿子都没坐过, 别了,别了, 叫人就抬着走, 好看啊, 你坐了, 我跟着你走, 那家人就哪里敢坐的, 两个人一直走去赵府, 赵元爱就对李英说, 我真是很敬重你这么老实, 心地这么好的, 我没有儿没有女, 就想认你做契仔, 不知道你以下如何呢, 我两夫妻现在年老了, 做生意又没有精神, 想拿银两出来给你做生意, 切赚都不拘落, 只要你有份心, 我两夫妻有些什么三长两短, 你们来照应下, 我们百年龟老之后, 逢年过节, 你在我们坟前点三炷香, 那我两老也都安乐乐, 李英竟照完爱生的慈未羡慕, 目为人忠厚, 那只是两个老人家, 又确实是挺寂寞的, 李英就答应下来了, 当堂就点起香粥, 扣了三个头给这对奴夫妻, 照完我就吩咐管家, 明天跟我拿五万两银送去他那里, 等他开间酒楼, 那到时就是我两老穷了, 也有个依靠, 哎呀, 这回就真是善有善报, 李英就不要扣到那二百两黄针, 现在呢, 老人家给他五万两银做生意, 真是福从天降, 财神夜到了, 李英就回到家里, 说给老婆听, 他老婆就搬身搬椅, 第二天, 叫完我真是送了五万两银来, 李英的老婆这回又欢喜又惭愧, 过晚又是整晚没份, 又哭又笑, 日后对他老公认错, 那李英做酒楼就熟手的, 他就将五万两银, 拿八千两来买了一间铺位, 万二两银装修和添置家司, 又拿了几千元来做责用, 剩下的银两呢, 就代个老园外存在银铺那里, 今天呢, 这间酒楼开张, 新酒楼开张大吉, 第一天呢, 就选择整旺他的, 价钱就特别便宜, 明明一百二的, 就只卖六十, 二百四的就卖八二, 故此今天客人就特别低容, 一早就坐到满了, 哎,十几个伙计, 隐隐隐瞻做到满头大汗, 什么人都来了, 有些人贪私心, 有些人贪便宜, 有些人来黑油资产, 有些人乘机来敲诈勒索, 有个地帽, 吃完饭喝完酒, 就叫伙计划数, 伙计一计划, 成为一吊二百钱, 哎呀,抵呀,抵,抵吃, 好, 打上八百钱给你, 又怎样呢, 哎呀, 那个伙计心中奇怪, 哎呀, 这个家伙出名, 恶夜的街坊伦理都怕了他, 尽管都敲诈勒索, 今天变性, 打上八百钱给我, 好, 这个伙计你一年多声, 多谢, 多谢, 那个地帽呢, 摸摸一下, 哎呀, 哎呀, 死了, 我今天没有解决, 代銀两出来, 是这样的, 你说给老板听, 齐头做, 替我寄足一、兩銀, 現在我吃了一釣二,打槍八百錢給你, 即是兩釣錢,那你替我寄足一、兩銀, 叫老闆給我八釣錢,我算了。 那個李英就為人老實, 今天剛剛開槍大吉大利的日子, 怕流亡地貓吵起來, 一來影響生意,二來也掃興, 故此咬著牙關, 叫伙計給他八釣錢, 算了,不怕他, 誰知一開槍, 就收不到貨, 有些貪心的人, 見到,咦? 吃東西不用給錢,像銀兩拿, 有人擔擔走,我就推車跟著你, 又有兩個大聲夾個惡意, 叫賺錢,又是吃了兩釣錢, 叫寄數寄一、兩銀, 叫老闆也賺回八釣錢, 咦? 咦咦,哪有這樣的,又吃又拿, 你猜搶嗎? 現在, 只要李英的人怕事, 之後又給八釣錢那兩人, 這回就更加不得了, 線門難開, 線門難閉, 四五圍桌的客人都齊聲喊找數, 每個人都說先記著數, 吃兩釣的就記五釣錢, 要老闆找三釣錢來, 吃三釣錢的就記夠一兩, 又叫老闆找七釣錢來, 李英再淋錢也好, 哪有辦法忍啊? 又站在中間大聲說, 各位, 我都是窮人出身, 知道窮苦的滋味, 有人吃飯,沒有錢找數, 我衷容無所謂, 只敢來欺負我, 太過了, 我開這間店, 不是偷回來的, 又不是搶回來的, 又不是掘到金礦, 我是正當買賣, 大家給個面子, 不要難為我了, 大部分吃東西的客人, 都同情理應的, 那幾個想白吃蠟, 拿錢的家庭, 亦都不幫好意思, 碎碎地找數, 走人, 只是這時候, 有個人衝進來, 喂喂, 老闆, 恭喜發財, 好了, 你發財了, 你借了二百兩銀, 麻煩你又還回來, 你應一看這個人, 受到一條藤紫, 面積黃禽禽, 三角眼, 八字尾, 遍地驚雜, 流兩撇二撇雞, 看他的樣子, 你就知道是敲詐勒索的老黃鑽, 李英便說, 喂喂喂, 我幾次借你銀兩, 你有什麼憑證啊, 什麼啊, 啊, 你還想殺賴嗎, 我現在馬上和你上衙門打官司, 說完呢, 就撲起來要抓李英, 這回呢, 就真的發得出火了, 硬硬害將, 你這班人來完一個又一個, 又吃又搶, 李英便生氣了, 就推開那個流亡, 喂, 你要走開了, 我不嚇你的, 那個人就乘機殺賴, 哎呀, 你打我啊, 我和你拼命, 拿起一張小凳, 那邊呢, 定令棒冷藏幾張桌子, 茶杯茶壺碗碟通通, 打爛了, 李英一撲撲到一巴掌就升過, 嚇一石, 那個人整個吊在地上, 頭一撞撞到一張桌子, 喘了幾下氣, 啊, 死了, 這回就大件事了, 出人命案啊, 吃飯的人就乘機走光, 李英呢, 整個傻子都站在那裡, 不懂得出聲, 那時候趙元外, 和一群來賀喜的朋友, 都在樓上喝酒, 看到樓下出事就快點下樓, 剛好有個報頭, 也是來賀喜在樓上喝酒的, 然後趙元外下來, 一看那個死屍, 當堂心中了了, 誰是死的啊, 這個人叫做姚芳, 上一次銀土開張, 他又是炸死來勒索的, 那個報頭一看, 就看見地堡樓幹縮在後面, 後頭心中更加明白, 這個地堡樓幹, 就和樓亂搖鋒兩個拍檔, 一個炸死, 一個收銀, 那個報頭走到地堡身邊, 抓著他說, 喂,樓幹, 這件事, 你瞭解他了, 今天趙元外請我吃飯, 那間店是給他出銀兩開的, 我和趙元外是老朋友, 你告訴他死屍, 不要搞搞震, 上一次在銀店, 他已經死過一次了, 樓幹, 我這回給你面子, 讓你下台街, 你把死屍托出去, 就當他自己病死的, 不要報官了, 那我叫老闆送回五十兩銀, 給你們兩個分析, 那個地堡樓幹, 這些暴頭出面, 而且是騙不到他了, 唉, 算了算了, 收回五十兩銀就算了, 就對那暴頭說, 好好好, 我聽你吩咐, 以後你老兄多多關照, 行了行了行了, 你快點托他出去了, 牛君走到死屍前面, 小小聲說, 算暴了, 暴頭好像習慣, 想像銀店那件事他在場, 去吧, 剛剛蹲下, 打算托起遙方, 突然又有人一邊哭, 一邊衝進來, 舅舅呀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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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死得真是慘了, 你去外生黴池一步, 你就夾生被人打死了, 舅舅呀, 舅舅呀, 舅舅, 我要為舅舅報仇, 那個地堡樓幹, 一見這個人來, 就快點縮到那邊, 我暴頭一看, 對了, 這個惡爺又來睡, 這回就難搞了, 來認舅舅這個什麼人來的呢, 原來是本地出名的惡意, 叫做屎不凡, 他的花名叫屎坑石頭, 又臭又硬的, 他有個親戚在衙門做師爺的, 故知屎不凡就像有後台, 他這個人又正聰明, 死亡又多, 嘴巴又說臉皮又厚, 膽又大, 轉滿去捐烈捐, 吵詐勒索, 所有人都怕他的, 連暴頭都驚他七分, 我暴頭就拉側他問, 嘴巴又大, 這位是你什麼親戚, 他是我舅舅, 想不到今天被黑心老闆打死了, 嘴巴又大, 商量一下, 我和這家店的老闆相熟, 剛才沒有打他, 他自己身子虛弱, 一下子斷了氣, 這樣吧, 我叫老闆送三百兩銀給你, 你賣副好官, 目撞了他, 以後逢年過節上香燒, 指前拜他, 就這樣做了這件事, 這塊屎坑石頭, 屎不凡, 真是又臭又硬, 沒那麼容易對付, 今天, 他一心想來敲打, 大筆銀兩, 誰知就被搖方搶, 才一步炸死, 他心中已經鼓鼓聲, 不奮氣了, 豈有此理, 給你這個小子混蛋, 頭淡湯, 一知他真是鬼馬, 他見到地埔流乾, 過來要託死屍, 他突然凌機一動, 我認這個死屍是我舅舅, 那個小子炸死, 他不敢開口, 那我就開架, 挖了一大筆, 所以剛才他突然衝進來撒賴, 說打死了他的舅舅, 在舊次, 舅舅很重要, 所謂天上雷工, 地下舅工, 打死他的舅舅, 連暴頭都害怕了, 要拿三百兩銀來買怕他, 這件事, 屎不凡, 大雞不吃小米, 三百兩銀他看不在眼, 他對暴頭說, 喂喂喂, 三百兩銀買人命, 賤不賤點, 我不要, 我要向衙門告他, 喂喂喂, 屎大哥, 那你開架多少? 我去跟老闆談談, 那個暴頭就馬上帶李英來, 那個屎不凡呢, 就想上天開架, 喂老闆, 你打死我舅舅啊, 一命抵一命, 我抓你上衙門抵命, 那個李英, 你已經怕得一口飆冷汗, 都震了, 喂喂喂, 大哥, 我不是有心的, 求你開恩, 放過我呢, 人命大安, 怎麼放過你這麼容易呢? 那你想怎樣呢,大哥? 屎不凡, 不見得李英, 你這麼浪漫啊, 對了, 我起碼要殺他五千兩銀, 我屎不凡, 就一邊哭, 一邊說, 舅舅, 你死得慘啊, 我怎麼對得住你啊, 我要抓他上衙門, 要他殺頭, 來他填命, 去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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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點和我上衙門啊! 屎不凡, 一手就趁著李英心口, 當無作樣, 要抓到衙門, 其實呢, 就想抓李英出門口講訴, 剛剛那時候, 製工進來了, 嘿嘿嘿, 老闆, 恭喜, 恭喜, 張大吉, 嘻嘻, 這位大哥, 怎麼這麼猛火氣啊, 火記事後都不周到啊, 那個屎不凡, 眼看著李英已經上圈套了, 正是準備開價要五千兩銀, 突然間來了那位窮和尚, 左頭左勢, 屍不凡, 大聲罵, 和尚, 不關你的事啊, 他打死我舅父人命大愛啊, 你走開你, 嘿嘿嘿, 關我的事啊, 什麼不關我的事啊, 喂喂, 你舅父死了, 你當然要找和尚打債啊, 那,那, 我收便宜的價錢啊, 走開啦,和尚, 我現在去打官司啊, 你說什麼打債啊, 祭公一望望地下的死屍, 喂喂, 老闆, 那你打死這個人啊, 嘿嘿, 我一時失手, 嘿嘿, 老闆啊, 喏, 如果我和你醫生這個人, 那你請我喝杯酒咧, 哎呀, 大法師, 如果你醫生這個人, 別說我請你喝酒, 我以後, 一日三餐, 當你佛爺那樣供奉你啊, 嘿嘿, 那我又不受得這麼報, 我屎不凡呢, 現在發茅啦, 看吧, 五千兩銀到手啊, 一搞定呢, 就托走個地貓, 這樣就代代平安啊, 現在忽然來了個和尚來炒我黨, 他就說會醫好自己的舅父啊, 周圍這麼多人看著, 他又不敢說不給他醫療啊, 此不凡呢, 綠大雙眼目露, 空光望著祭公, 祭公呢, 在草鞋上就把一條草醒下來, 嘿嘿嘿, 這個人是沒事的, 他是毒氣攻心, 我和他通一通一條氣, 就通回了啦, 接著呢, 祭公用一條草鞋的草, 搖乾淨了到療歆滑進去蝦, 最初那個搖乾淨了哈, 有一條草, …… 是綁草鞋嘛的, 又臭又瞻, 在屁哥裡面搖 tranquill, resur dimensional尚遮 Strong, 他怎麼能忍著啊, 啊靠岫员, 還好吧, 旁邊看到人, 天 sau人的阿死, 打阿靠, 死不凡就害怕了,糟了糟了,一旦那死人姚方,他不承認我是他外生,一旦我就不死一身散了,被暴頭拉我回衙門,說我無認親戚敲炸勒索,至少都打四十大板,那個死不凡真是陰毒,他一邊叫舅舅舅舅,一邊就撲過去,死力捏住姚方的頸子想捏死他,現在就輪到兩個流亡,好像鬥犯, 這場鬧劇到底怎麼收場呢,且定下回分解了。